池昌旭和秀映合作韓劇說出你的願望 也是池昌旭在2016年和任兒合拍的The K2後 第二次和《少女時代》成員合作 由於劇名和《少女時代》的夯曲十分相似 傳傳時也不免被提及 池昌旭卻老實坦承不太清楚秀映唱的部分 讓秀映開玩笑的說 池昌旭應該是喜歡Wonder Girls的 居然不知道那首歌讓她有點難過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而正好宣傳奇也遇上了少女時代可惟五年的回歸 池昌旭乾淨抓緊機會晚回一下 想出了嗎? 要求你嗎? 你喜歡嗎? 那當然 我沒有丟掉 你不想打開了嗎? 我沒有丟掉 可是有時候有些員工的還不可以 只要是你不可以嗎? 不可以嗎? 不可以嗎? 我都可以 我沒有丟掉 我只要你不可以 我來 我來 男朋友 男朋友 從互動就看得出來 劇組的感情整得很好